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前面讲到 吉德雷工 在《汇编解释》里面 引用了《了凡思讯》里面 极善的一段话 这个一段段 过去虽然讲过很多遍 还是要常常讲 为什么呢 虽然讲过 我们没有做到 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要多想一想 要把做不到的原因 倒出来 把做不到的原因消除掉 我们才有救 否则的话 眼看着 我们前途 一片黑暗 就要走向山土 要走向地狱 这些都是四十 而我们往往把它疏忽掉 我们没有走菩提道 我们是走的三窝道 我们是走的三窝道 所以这番开示 就非常重要 它揭露的文很长 我们只采取 我们只采取 并别善悟的几条 跟大家 再一次地来研究 廖凡私讯里面讲 善 有真 有假 有端 有曲 这个端 就是端正的行为 徐就是不端正的行为 有阴 有阳 阳是你行善 大家都知道 受社会大众的赞叹 阴是你做的上司 没有人知道 天地鬼神 天地鬼神对你的报答 非常丰厚 有是有非 有偏有正 有伴有满 有大有小 有难有义 他说了 他说了这么多 帮助我们辨别 善悟两个字 看起来好像很容易 实际上很难辨别 所感到的果报 极兴 获福 非常微妙啊 前面我们读过 正是天网灰灰 苏尔不露 一个人 一生 生生世世 就是一个因果报应 一个家庭 一个团体 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 细细去思维观察 法又何尝不失 因缘果报 所以佛家用因果两个字 概括了 是出世间一切法 不但世间法是因缘果报 出世间法也不例外啊 《经论》里面常讲佛法应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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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四十真相 《尼尔不觉》 这个人就叫凡夫 《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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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莫大业 他有几句话说得很好 为善而不穷礼 则自为行持 其之造业 枉费苦心无业也 这个几句话说得好啊 这是真实的 教会 是他自己一生真实的心得 你想断卧修善 你对于断卧修善的道理不够透彻 不能明了 往往自己以为是做了好事 其实是造业 这种现象 古今中外 时时可以见到 尤其是近代 近代人不读古书 我们要晓得 古书上的记载 是历史的经验 几千年 代代相传的经验 他的差物不大 可信度很高 如果我们评级自己一生的经验 你一生也不过是几十年的经验而已 比起人家几千年的经验 差远了 往往是自以为是 自以为善 造作赶召来的灾祸 自己不承认 这是天然灾害 一下就把这个责任推出去了 好像与自己不相干 自己是个大善人 不知道自己造孽 我在讲习当中也常说 世间疾凶厚乎 谁造的 觉悟的人晓得 是自己造的 迷惑的人 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 与我不相干 觉悟的人知道 是自己造的 自己没有做好 自己疏忽了 尤其是在今天 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 也于造作 不足为世人做好榜样 这个就是自己造念 我们做的不够好 我们做的不够好 诸佛菩萨 视线在这个世界 也是这么感叹的 自己做的还不够好 不能感化 不能感化世人 佛菩萨将责任 归自己 成就自己的大德 为什么佛菩萨不能度世人 佛家常讲 末法时期 法若磨墙 磨也做种种事先 磨一种种诱惑 这个世间人 烦恼夜袭深重 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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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真的 魔 投其所好 魔教人什么 教人贪嗔痴 教人自私自利 佛的教法恰好跟这个相反 世间人难接受 这是我们现前的四十真相 佛家也常说 佛不度无缘之人 众生不能回头 佛没有能力帮助他 真正肯回头 佛才能帮助他 不肯回头 佛还是做种种事先 依旧是苦心的启发 希望他回头 这个是佛家的大慈大悲 所谓 所谓服侍门中 不舍一人 他在这个真假里面 举了一个例子 说过去有些念书人 是看中风和尚 中风和尚 语言超时候 以前都说着 多多少少 都会涉猎 佛家的经典 他们向中风 他们向中风禅师 请教 佛家将善窝 将善窝报应 如银随行 他说 现在看到有人心善 可是家道很帅 而有人坐窝 哦 那个家业非常兴旺 看到这些现象 佛家将善窝报应 假的 不是真的 中风禅师 回答的几句话 很好 他说 反腐 你的情实 没有当干净 烦恼习气 你都还在 智慧未开 道眼未开 把善当作我 把我当作善 这种颠倒是非 往往有之 而自己 不知道反省 不晓得回头 反而 云云天诱人 说老天爷不公平 没有报应 这个错了 中风禅师 这个说法 正确 善物两个字 好像我们大家都认识 其实 不认识 几个人 几个人 真正懂得 善物 真正懂得 善物的人 才会 断卧修善 今天他没有办法 做到端卧修善 这两个字不认识 这两个字的意思 深广无际 你能懂得多少 于是这些学生们 就问中风禅师 那你的看法 什么是善 什么是我 中风禅师就问他 他说打人骂人 是我 赞叹人 离境人 是善 你说对不对啊 他们都点头 是啊 对啊 中风人错了 你只是看在像上 现像上啊 你们有仔细观察了 如果这个人是真心爱护他 打他骂他 是叫他回头 那打他骂他 是善啊 赞叹他 离境他 如果是巴结他 有求于他 贿赂他 那是我不是善啊 单单从外表形式上 你看不出来 你要深一层的去观察 你才知道 什么是善 什么是我 贪财 望迟 这是我 灵洁 有操守 这是善啊 从表面上看 中风禅师的大夫摇头 未必然也 善我有个标准 不算是很高的标准 是个普通的标准 我们要想的 凡是有益于人的 有益于社会的 有益于众生的 就叫善 只要是有益的 打他骂他 也是善 凡是有益于自己的 就是我 八戒人 谈媚人 那种离境 是我 为什么呢 求自己的明文理 是为私 不是为公 所以世间人 往往只看表面 没有看到那个用心 事出世间 事出世间 圣行 都教给我们 怎样用心 如何能存好心 这个心 是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 利益别人 念念要存这种心 你的心就善 如果念念为自己 这个心就是我 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 做种种好事 还是我 隐喻所谓是 顾名钓鱼 不是真善 死了之后 还是要入山土 人天都没有份 这个道理 我们不能不知 人天 要是没有份的话 注意想想 你还能生极乐世界吗 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大善 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那个地方是 住上山人 聚会一处 我们只要心真 意诚 放心大胆 做去 不要有顾忌 我好心做这桩事情 那个钱被别人乱用 事情没做成功了 那是他的事情 那不是我的事情 过人有个人的果报 前一个时期 我从澳洲回来 李会长告诉我 佛基 有一个寺庙 和尚为了贪财 老和尚身上有钱 把老和尚杀了 把老和尚杀了 盗取老和尚 人民币三十万 逃走了 逃到白方去了 可是没有多久 这个人被抓回来了 抓回来之后 当然是死刑 这个到这个寺庙 这些钱财 是我们这边 谭禅老法司布施的 是给他尽私用的 谭禅法司知道这个店头 最有应得了 个人是个人的果报 谭禅法司 发心见识 纯善的 没有一点恶意恶心 你们建材其意 而杀人切盗 那是你们的罪行 绝定不是谭禅法司 有意陷害人 这个里头是 神养我果报 我们要清楚 何宽 谭禅法司 送这些钱的时候 就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布施给你 是我的因果 你们自己的造作 将来所说的果报 是你们的因果 这个话讲得这么清楚 讲得这么明白 过人有过人的因果报应 谁也代替不了谁 所以念念为立业众生 这个心是善心 是好心的 决定没有 这个私欲在其中 绝不求报答 这是真善 而且行善 没有条件 无条件 是真善 有条件的是假善 不是真善的 今天我们看到 许许多多人 做一点好事 都附带很多条件 所以古报不好 凡是无条件的 不失 无条件的 供养 自己心地清净 无为而为 古报后 佛报大 这些礼仪 佛经里面讲得多 儒家道家讲得也不少 这些四 古今中外 如果我们冷静一点 客观一点 在现实环境里面 你就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真正要想行善 要在心地上做功夫 无量寿经的经体好 清净拼真 其心动力 与这五个字相应 与造则 与这五个字相应 是真善 如果 如果与这五个字相应 善就不真 就不纯了 如何能与这五个字相应 这是我们要明了的 要学习的 不仅仅 不仅是在菩提道上 顶顶了根基 在做人的道理上 这也是根本 所以这两个字 我们不能不多用一点时间 来讨论 可能会收到一点效果 要不细参深究 恐怕我们把善悟两个字 搞颠倒了 造一生的罪业 自己还以为在修善 那就大错特错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